高雄市議員黃文志在總質詢指出 男子的多項運動場地相當老舊 希望市府能針對老舊運動場地做改善 避免享用運動的民眾無處可去 其實我們在這個園區裡面 它有射箭廠 我成長的地方 自由車廠 現代五項 游泳池 那我想其實這些場地 都大概民國75年完工 那這個自由車廠的建物完工是90年 其實都年久失修 都年久失修 它的設備急需要更新 動線也急需要更新 環境也急需要更新 所以我剛才有跟林副司長 我拜託他做一個專案小組 先把運動場旁邊的環境整理好使 因為那一間那一間在裡面泡泡 民眾一般有時候去的時候 就覺得在使用不好 所以有一個計劃出來之後 看結合到我們的國民運動中心 或是設施這些改善 我們看有民間要來管理投資 不然政府來變我們的醫生來執行 目前在奧運競賽項目中增加了滑板運動 而高雄從事滑板運動的人口也相當多 現有的兩處運動場地相當老舊 希望爭取捷運橋下的空間 來設置滑板場地 那我想滑板的部分 因為目前現有的兩個場地都非常的不堪使用 所以才會具體建議說 我們都會公園捷運站的站體下方 那其實一來我們不用另外再多建造的成本 我們只要把站體下方這些鋪面做一個改設 那包括為理為好可能架設一些燈光 其實就可以有效的來做一個使用 那我想花費的經費也不多 最後針對教育局一直公穩 就要裁測體育班或體育資源班的政策 黃文志表示 沒有配套的措施是對於教練或學生非常不公平 黃文志希望教育局能夠仔細評估 不要因為一直公穩就結束了這些人的權益 記者吳秉原高雄報導